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来探讨这个话题 实际上妇女权益保障法到下个星期 就通过了整整的30年了 这30年到底是怎么样 为什么1992年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妇女权益保障法 通过了之后 它又可能会有哪一些变化呢等等 那我是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讲座 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问题 我会简单的说一下 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 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回顾 国际和地方双向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我们有了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 然后再次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第一版 就1.0版到第二版 再到我们目前这可能是一个3.0版 是基本上这么一个过程 那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这个法律体系呢 简单的说就是以宪法的男女平等原则 以及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当中的平等权利 这样的一个原则下面呢 现在是有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也有和婚姻法以及其他 比如说包括反家暴法 包括其他的一些刑法民法 等等这样的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体系 那么应该说中国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呢 是直到1992年通过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之后呢 它才更加完整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会讲一下 从国际和地方的双向推进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知道联合国是1980年公布了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 那这个公约呢 是在1979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 公布之后呢 在哥本哈根的那个妇女大会上 开放签字通过 那么中国当时是由全国妇联的主席 就是负责人吧 康克钦 带团这样呢 在那80年的那个会上呢 签署了 所以中国是第一批签署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 而公约最核心的一个内容 就是希望各国要制定本国的法律 来保障妇女的权益 如果你本国已经有了法律 那你就要修改它 完善它 从而达到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目的 所以缔约国有一个非常重要主要的一个国际义务 就是你要加入之后的你一个承诺 就是要在本国制定法律保护妇女权益 中国刚才说的1980年签署了之后 当年我们的全国人大也就批准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1985年联合国又召开了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 这一次呢是在非洲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比 那这一次呢又通过了一个内罗比战略 内罗比战略呢它回顾了1975年第一次联合国妇女大会 就世界妇女大会以来联合国妇女十年的进程 那么同时呢又再次强调要求各国政府制定法律保护妇女的权益 这个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背景 国内的背景是什么呢 是文革结束之后全国妇联呢恢复工作 全国妇联的工作就是在文革之间完全是限于平等 恢复工作之后呢 他们是努力的特别希望将维护妇女的权益 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 因为那个时候的全国妇联的这些领导们 不管是从主席副主席再到他的很多部长 这些人呢很多人都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革命者 那他们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追随共产主义的一个大的动力 就是希望得到妇女的解放得到自身的解放 也包括自己从恋爱婚姻家庭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角色 这样的一个完全的解放 那所以呢他们是非常希望将维护妇女的权利 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职责 但是呢文革结束之后呢 那时候的党中央是特别希望妇联呢 把关心爱护下一代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工作 因为文革之后吧出现了很多问题 包括青少年的就学幼儿园很多也不够 还有呢在育儿方面也觉得就说家庭教育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中央呢大家知道共产党一直是非常重视培养革命接班人 培养下一代的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希望妇联呢把这个就是关心爱护儿童 关心爱护下一代作为妇联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那妇联的领导呢当时是觉得儿童的这个工作不是一家能完成的 妇联呢也不是一个政府的职责部门 让妇联呢牵这个头觉得一方面妇联做这方面的工作 则无旁贷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觉得还是希望呢维护妇女权利呢 是希望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一直在跟党中央争取 而且这个时候70年代我们大家最近呢 很多人是关注徐州封县的这个八孩之母的情况 但是呢拐卖妇女的现象呢在70年代 前期就已经出现 而且在中国的有的省份 比如说四川省 已经非常的严重 如果大家看过改革开放之初拍的电影 像木马人这些都是有体现的 那么所以那个时候的四川省复联 包括全国复联都向中央打了很多报告 希望要打击管卖妇女的现象 同时他们也看到包办婚姻 买卖婚姻其实就是相当于高额的彩礼 还有所谓的转亲换亲 就是说比如说你家有女儿就嫁给别人家的儿子 那别人家的儿子呢又嫁给你的女儿 后来觉得这样太简单了 那又包括有所谓的转婚 就是比如说多几家 大家这样来转而不说简单的一家和一家交换 那就发现很多这些问题 而且那个时候的妇女自杀 尤其是年轻妇女的自杀和老年妇女的自杀 大家也知道在世界范围内的自杀现象 主要是男性多 尤其是自杀成功的是男性多 但是在中国呢好多年间一直是女性多 那这些问题的复联都看到了 而且向中央提出来了 一次又一次的打了报告 但是呢在1978年召开的 全国妇女的代表大会上呢 中央仍然就是说 没有把维权当成妇联的一个重要任务 而是说妇女参加经济建设 参加现代化建设 以及培养下一代 作为是妇联的最重要的任务 那但是到了83年的时候呢 有一些契机 就包括有几个个案 残骸妇女的个案等等 得到了中央当时担任书记处书记的 胡耀邦的批示 这时候全国妇联呢又在筹备新一次的妇女全国大会 这个时候呢就终于于中央呢就是决定了 维权可以是妇联的一个很基本的任务 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妇联呢就推动 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第一波中国地方开始了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地方立法 从1983年的12月一直到1987年 中国有27个省市自治区 先后通过了地方的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决议 或者若干规定 那么到了1989年的时候呢海南又刚刚在头一年建省 成为一个单独的省 所以海南呢又通过了 他们的就是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若干规定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从1983年到1989年呢 这就是第一波中国地方通过了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地方立法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大部分呢都是叫规定 有几个省北京和甘肃呢叫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若干决议 从地方立法的惯例来说呢决议呢就是相对简单 只是有一些原则性的条款比较多 规定呢就比决议呢又要详细了 那所以我们看呢在这一波的地方立法过程当中呢 除了当时的云南西藏还没有通过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立法之外呢 其他呢大多数的省都是用的是规定 那篇幅呢就是叫决议的 北京和甘肃叫决议呢都就是八条九条 那叫规定的这些省呢最少的八条 最多的37条 我这里稍微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篇幅在十条以下的省 就是八九条的省呢是有三个 然后十条到十九条的呢是有十个省 二十条到二十九条有十一个省 还有四个省有三十到三十七条 所以从内容上呢我们看到第一波的这个立法 从篇幅上呢是大小不太相同 名称上呢大同小异那然后呢到了九零年开始 一直到全国性的妇女法结束通过呢有一个升级版本 这时候呢像上海河北等等省啊就通过了更多的就是叫条例了 原来呢叫决定决议规定现在叫条例条例的内容呢就是更多一点 所以有几个省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升级版 好我们下面呢我是用图示的方式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这个妇女法的前世 就是夺个省的地方立法我们看一下时间让大家看一看可能是让我们会有一些经验的地方 当然它的局限性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它还是把妇女和儿童捆绑在一起的 就是说妇女离不开儿童 妇女的身份和儿童的身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那局限呢也和天赋啊有些提法差不多 但我们可以看到让人惊艳的地方 就是说全国妇联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了争取到了以妇女维权 作为自己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那非常快的话我们可以看到1983年秋天全国妇女大会开了 这一次应该是妇女四大 开了之后你看看在一年之内差不多 我们就有全国将近半数的省通过了自己的地方立法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在差不多两年之内 就是1986年的9月 就是两年之内呢就有26个省通过了地方立法 然后湖南呢稍微晚一点是1987年 但是也是87年初海南 那我们刚才说它建省建的晚 它88年才独立建省 所以它89年7月呢它通过了 就从实践上我们可以看到经验 就是隔地复联就能通过很快的游说 让本地的本省本市本自治区的地方人大常委会 能通过有关地方立法 这样的一个行动力和跟进力 应该说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记忆 那我们看看内容呢 内容当中有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这里这个图片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 这是新疆通过的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规定 那这规定里面 它也是有差不多二三十条 那这里呢我放大了几条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看到 它禁止什么 禁止干涉老人再婚的自由 妨碍老人再婚后的家庭生活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可能有这样明文的规定的地方 或者是全国性的立法 都仍然是需要 另外还有禁止强行改变老人的居住条件 侵占老人的财产 禁止歧视生女婴 残婴或者不生育的妇女 还有第四条看看 在终止恋爱关系 或者解除婚姻关系之后 继续纠缠妇女 侵害妇女名誉 第五以谈恋爱等手段 玩弄妇女 或利用职权 以及教养 重属关系 侮辱 威胁 奸污妇女 我们看到这里面 它有些局限性 是它用了一些传统的词 比如说像奸污这样的词 而不是说用性侵啊 或者是强奸啊 这样的一些词 它的那个道德色彩更浓 而不是侵权色彩更浓 但我们看到它的这些内容 其实应该说是相当的全 而且呢比现在很多 还是非常的具体 而且是非常和我们的妇女 不管是青年妇女 女婴还是老年妇女的生存 和权益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规定 从现在来说都是相当周全的 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婚姻 反家暴法都是说保护令上 有一些地方都没有明文的 在包括谈恋爱关系 等等像这样的一些规定 那么新疆的这个规定呢 实际上也不是单一的 当时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规定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名称有局限 用的一些词汇有局限 但是一个是隔地互联的这个行动力 还有就是有关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非常切合我们妇女的切身利益 所以呢这两点呢 我就是想说通过这两端的想讲 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前世 它的推动就是说是国际和国内 地方立法的双向推动 国际呢就是要履行 这样的一个国际承诺 加入了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 以及积极参与联合国妇女大会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还有呢就是因应国内的形式 那在文革当中妇联停顿工作 后来长期呢又维护妇女权益 又没有成为妇联的一个工作重点 那这时候呢妇联又看到了 很多妇女权益遭遇侵害的老问题 和新问题 所以他们非常的有动力 要把维护妇女权益 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任务 所以呢在这样呢 就是说虽然全国妇联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呢从立法的这个推动呢 是先从地方来走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那这个就是呢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版的 它的历史的背景 那么1992年4月3号 全国人大通过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那1992年我们就看到了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 大家想想 1992年是中国获得了 主办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资格 当时是也是在妇女地位委员会上 通过了一定的努力和竞争 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也知道 1989年之后呢 中国因为对天安门事件的这个处理 也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批评 也包括制裁 那所以呢 中国在1992年的时候呢 也是希望通过主办妇女权益保障法 来显示我们在促进性别平等 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行动 也展示中国妇女发展 和性别平等这方面呢 我们当时很有一种自豪 觉得我们走在世界前面 也希望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促进中国更好的和世界融入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说的有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因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实际上呢 在80年代中期 全国人大的已经开始组织了写作班子 但是呢 这个四年五年之后 就是在1992年呢 来正式通过了这样的一个版本 那么这个版本呢 我们就首先说 它和我们前面讲到的历史背景相关呢 它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就是名称上 它是单独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没有再把妇女和儿童挂起来 变成一体 框架呢 它还是跟宪法规定的妇女权益有关 同时呢 它的框架呢 也非常注重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 国际公约上面的那些方方面面的权益 对照来印照来挂上钩 那么内容呢 它主要是灵文的讲了妇女在六个方面的权利和权益 大家也注意这里面呢 有一些东西是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国际公约完全相连的 就是用的权利 但是也有一些方面呢 是用了我们中国特色的权益 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PPT上标题呢 它是政治用的是权利 其他方面呢 更多的是用的权益 另外呢 它也包括了法律责任 那这一版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我们刚才说的 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 就是它有了中国的专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 而且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 这个法律呢 它在宪法之下 它和刑法 民法 以及后来制定的其他法 那个形成了一个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 那么又有了这么一个专法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它也非常重要的 它宣布了 它就是要消除对妇女的歧视 当然了 它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这个不足的地方就包括 它并没有定义 什么是对妇女的歧视 而且在里面的有一些规定呢 还是非常的原则性和匡泛性 所以很多人呢 也就是觉得它没有长牙齿 那么在这个全国性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通过之后呢 那我们这里看一看地方的一个跟进 地方呢 也是跟进的非常迅速 我们看到93年就有四个省 黑龙江 宁夏 福建 和吉林 先后通过了本省和本自治区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办法 那么94年呢 就有23省市自治区 通过了本地的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办法 95年又有三个 96年又有两个 然后呢 然后呢 97年开始 又有各省又有一些新的修正和修订 当然我们看到它的跟进过程 虽然不像1983年 84年 那个妇联制定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的地方的规定 那么快 但是呢 我们能看到因为有95年师傅会的这个契机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哈 在95年师傅会前后吧 基本上每个省也都通过了本省制定的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办法 但从名字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省叫本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办法 或者叫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 但是有个别省叫妇女权益保障条例 比如说重庆 重庆呢 它是1996年建直下市 变成一个省级的行政区 那么它1998年呢 它就通过了本市的妇女权益保障条例 它这个条例的内容我们看哈 其下内容呢就到了67条 其中我跟大家举一个例 它非常具有先进性的是在我们国家的地方和全国的妇女权益保障的立法当中 首次规定了妇女参政的具体比例 它其中的一条规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时 妇女代表候选人的比例不能低于25% 虽然还是比较保守是讲到候选人的比例不能低于25% 但是在我们国家它是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明文规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 妇女应占一定比例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府主任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候选人中 至少有一名妇女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它这样的一种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规定 那在我们国家就是地方和中央的妇女权益的立法当中 这还是第一次 那么所以呢 从92年的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 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还有相当的一些内容 对我们大家关心的这些内容 它也有很多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规定 比如说它对那个买卖 管卖妇女 它也有它相当基本的这个规定 而且这个规定到现在 我们的妇女法修改了这么多次之后 那些基本的规定都仍然是存在 都仍然是以它为基础 所以呢 这是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还有一点 我是觉得它很值得分析的吧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一直说到 妇女要怎么样的时候呢 都会用妇女要自尊 自信 自立 自强 都用这么一个四字精神要求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 在妇女权益保障法 1992年通过的这个版本当中 它把这一条国家鼓励妇女 自尊 自信 自立 自强 运用法律 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呢 它是放在总则的 第六条 而总则 一共内容是第几条了 一共是八条 那最后一条是指国家要对 保障妇女合法权益 曾经显著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那么所以看得出来 这个总则里面前面几条都是在规定国家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应该做什么 第一应该制定本法 第二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方面享有平等权利 那这个我们说的是在服术宪法的规定 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特殊权益 逐步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 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 然后呢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 企事业单位等等 应该依照本法和有关规定保障妇女权益 国家要采取有效措施 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 提供必要的条件 然后呢 从国务院一直到 什么县啊市啊等等 还有一些规定 然后呢 就是规定 妇联 共青团等等 要有一些什么样的 保障妇女权益的 这个工作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之后才是鼓励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上看到呢 他首先还是是把国家责任这一条是放在鼓励妇女四字精神来维护自己权利呢 是放在后面的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上呢 也能够看出来 他的这个理念 还是把国家保障妇女的权益的责任放在手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吧 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这个就是从92年后我们知道30年前通过的这样的一个妇女权益保障法 之后呢国家也建立了促进妇女平等的权利的一些国家机制 比如说各个地方也是设立了政府的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办公室 现在呢叫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 等等 那我们现在呢就跨度到了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 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它叫做妇女权益保障法的2.0版本 那么从2.0版本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里面 他用权利的地方比1.0多了一个了 你看哈这里用的是人身权利了 而不是政治权利人身权利 前面呢是人身还是权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这里面前面是人格权益 现在呢变成人身权利 所以两处用权利 其他的几处呢 四处呢用的是权益 那么在里边呢从篇幅上来看 2005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呢 内容呢增加了7条 从54条增加到61条 其他呢总责这一张 劳动和社会保障这一张 财产权这一张 婚姻家庭权利这一张呢 格增加了一条 法律责任呢方面呢增加了三条 所以就是相比之下 虽然妇女权益保障法 对责任的规定啊有所不足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修改 他的增加了7条当中 有3条都是在法律责任的一张 嗯看到这个力度还挺大 那么内容方面的修订 就更加多一些了 那比如说我们以性别暴力方面的 这个内容啊来举例的话 我们看到他首次明确了人民政府 作为一个整体和公安民政 劳动保障卫生等部门的职责 在解救就是被拐卖妇女这方面 把妇联呢就是说是作为群团组织 放入在政府部门之后 在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和做好善后方面工作的责任 他明确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有利于推动在政府领导下的 多部门合作的这个反拐的机制 另外一条呢 也是我们大家可能比较多的知道的呢 就是增加了对禁止 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规定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国家性骚扰 不是一个法律的词汇 那么这一次呢 是首次性骚扰进入了中国的法律 并且呢 赋予妇女有项单位 和有关机关投诉的权利 这个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定 那么同时呢 他也相应的 在2001年婚姻法的修订当中 纳入了禁止家庭暴力的三个条款之后呢 那这一次呢 妇女权益保障法呢 也相应的有了禁止家庭暴力的几个条款 那么在这方面呢 也是一个增强 另外呢 他增加了一条 就是禁止组织强迫引诱妇女 进行淫秽表演等活动 那这条呢 虽然我们觉得他用词呢 他用的是淫秽表演 而不是他就是说 对妇女的性剥削呀 等等这样的词 但是呢 这条呢 仍然也是在性别暴力方面 比较有比较强的规定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这是2005年的 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 在这方面的规定 那么在政治的权利方面呢 我们刚才说到的 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 他还没有规定比例 但是呢 他加了一句呢 国家采取措施 逐步提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 代表比例 这个表述呢 比之前的那个稍微的 全了一些 另外增加了一块 就是在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的成员中 妇女应当有十当的比例 这个呢 是增加了一条 另外呢 增加了一条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 代表妇女积极参与 国家社会事务的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把妇联的代表妇女的这个 放进去了 那另外呢 在文化教育方面呢 增加了一些款 比如说在录取学生的时候 除特殊专业外 不得以性别为由 拒绝录取女性 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 这个是一个新增的内容 另外在劳动权益方面呢 增加了一款内容呢 就是说 各个单位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 不得以性别为由 歧视妇女 这一句呢 可以看出来 它是对同龄退休的呼声的一个回应 因为从80年代末 实际上呢 很多妇女就开始 对于妇女提前比男性要早五年到十年退休的这个政策 提出来了不满意的意见 和希望感恩 要希望争取同龄退休 那以后呢 中主部劳动人事部呢 也出过一些规定呢 就是规定有高级职称 或者是担任处级以上职务的妇女呢 可以 可以到60岁退休等等 那但是呢 从国家法律上来说呢 没有明文规定同龄退休 但这一条呢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不得以性别为由 歧视妇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来回应了这样的一个需求 另外呢 增加了一条 就是国家推行生育保险制度 另外呢 就是对贫困妇女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呢 基本上就是生育呢 被变成个人的成本 或者呢 就是用人单位的成本 所以呢 这个是导致单位 不愿意用女性的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理由 那么到现在 实际上我们已经实行了 生育保险制度 妇女的产假工资 也已经都不是单位支付了 但是是整个国家的生育保险支付 但是仍然有些单位的 仍然有一些人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觉 觉得妇女的生育 收产假工资 也是单位的负担 所以可以看出来 我们这是历史的一个遗留 那么但是呢 在2005年的这一次修改当中 这一条也已经就是 生育保险和对贫困妇女 进行生育救助 这个是有了明文规定 另外呢 还有就是在财产权方面呢 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以妇女的婚姻方面的情况 比如说未婚 结婚 离婚 上偶团为由 侵害妇女在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格项权益 所以这个呢 是对农村妇女的 比如说土地权 住宅权 等等有了一个明文的保护 另外还有规定了 因结婚 难道女方落户的 那男方和子女 享有集体经济组织的 成员的平等权力 这方面这个呢 是有新增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地方对妇女法2.0的跟进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时间线上来说呢 这一次可能就是拉的比较长一点了 那2005年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 2005年 对了我刚才也要强调 始终国际推动 都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2005年是什么时候 是1995年北京师傅会10年之际 大家知道北京师傅会之后呢 全球每一次联合国的 妇女地位委员会开会的时候 会对北京师傅会通过的行动 纲领有一个后续行动的评估 那么每隔5年10年呢 又有一些大的评估 就是一年一个小评估 5年10年一个大评估 那在这种情况下 2005年所以中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在这个时候要评估 实际上也是中国要向全球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 10周年之后 我们要交这么一份答卷 那么在这个时候通过了 那地方呢 虽然这一次的跟进没有那么快 2006年有7个省 2007年有15个省份 然后2008年以后 逐渐每年又有省份 这里加起来超过30个省份呢 就是因为有时候 有一些省呢 它通过一次之后 修改一次之后 又由于有一些部门的变化等等 它要做一些微调 比如说对部门名称的微调 比如说原来劳动部 百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等 或者人力资源部等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修丁呢 仍然是大多数省 叫做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办法 但是海南和重庆呢 是叫妇女权益保障的规定 或者条例 那地方的亮点 我给大家主要在这里 分享两个突出的亮点 一个就是妇女参政方面 尽管全国性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这个时候没有规定 妇女参政方面的具体的比例 但是我们知道 95师傅会实际上呢 已经在很多方面提出来了具体的比例 比如说在立法和行政任命的岗位上 妇女的比例应该是在三分之一以上 甚至像联合国都提出来了 50-50就是格战一半这样的目标 那所以呢 尽管2005年修订的时候 妇女法没有规定具体的目标 但是我们看到隔个省 大多数的省都规定了 比如说据不完全统计 在2008年9月 就是妇女权益保障法通过的 差不多三年之后 两年多之后 有19个省市自治区 完成了地方实施办法的这个立法 那我们看到这19个通过当中 有17个都规定了 妇女参政的具体比例 有的要不然就规定了 地方人大代表当中女代表的比例 候选人的比例 或者当选女代表的比例 村委会居委会的比例 或者政府的领导班子当中的比例 这个比例呢 有的都是像20 25和村委会的代表 委员当中的女性比例呢 也是20%到30%不等 但是在19个省市自治区 就是到2008年截止的19个省市自治区当中 很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像新疆 贵州 甘肃 四川这些中西部 一般人认为比较落后的省份都规定了 但是我们经济上比较发达的上海和广东 他们没有明文规定妇女参政这方面的指标 那我讲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给大家让大家有个概念 一个地方性别平等的程度 不取决于这个地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 而取决于这个地方的决策和立法机构 有没有政治意愿 取决于这个地方 妇联等其他 推动妇女权益的机构的行动力怎么样 那么所以在妇女参政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时候 是地方跨出来了具体规定名额保障这一步 当然和世界的国际的趋势相比 我们还是只是到20%到30% 那我们知道国际上大多数规定是 要不然有的国家像印度南非 还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 他们是从村一级到国家一级 要不然就是给国家给妇女 预留了30%的这样的名额 同时妇女还可以去竞争 其他的70%的名额 要不然那就是规定任何一个性别的 候选人不能低于40% 那相比之下我们在规定的比低了一些 但是仍然还是有 那么亮点之二呢 就是各个地方的地方实施办法当中 我们刚才提到了以性骚扰为例 大多数的地方都把国家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当中 没有具体列出来的性骚扰的表现形式 有了一些规定 比如说文字图像语音等等 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性骚扰的行为做了界定 另外呢 还有很多神 刚才说的仅仅是两年多之后 也有十多个神 像湖南 江西 天津 上海 四川 湖北 安徽 陕西 广东 山西 江苏 他们呢 在实施办法当中 强调了用人单位的责任 比如说 我这里进一步的给大家 除了用人单位的责任以外 我给大家念辽宁 辽宁市妇女权益保障法 修订之后 第一个通过地方实施办法的 这个修订的审判 他在有关性骚扰的这个章节里面 他怎么规定的 说受到性骚扰的妇女 有权向当事人所在单位和公安机关投诉 向当事人所在单位投诉的单位应当及时干预制止 向公安机关投诉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受理 并依法处理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看都是非常具体 非常明确 很难有比他更进一步的规定的 那所以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 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国家级的立法 虽然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地方立法呢 也有进一步推动的空间 那么这里呢 接下来呢 我就会用最后的一些时间给大家来讲 这一版就我们这个3.0 目前是修订草案 那这个修订就是非常的多了 我待会会具体的讲 我这先概述一下呢 他是强化了总则 让妇女的权益保障了更有力度 增加了将近一倍的文字 跟之前相比呢 他对歧视妇女 他没有提 只是一句话 禁止对妇女的歧视 但是什么是妇女的歧视呢 没有提 这一次虽然没有明确的说 对妇女的歧视指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他毕竟说了 禁止对妇女的区别和限制 另外呢 也强调了国家采取占行特别措施 强调了司法机关的职责 提到了进行性别评估 进行性别统计 妇女权益保障的经费 要纳入各级的预算 男女平等的教育 要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 鼓励国家和民间 开展性别平等教育的宣传 让新闻媒体 要开展男女平等 和维护妇女权益的公益宣传 让我们看到这些呢 都是他这个修丁草案当中的 一些非常积极的变化 他这里面呢 也增加了一些 妇女权益保障的一些机制 增加了若干责任部门 和救济和问责的措施 那这张图呢 是大致的给大家比较了一下 我们这个修丁的草案当中 他在哪一些部门有修丁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行条款的总则 只有八条 修丁之后呢 他有十二条 所以增加的力度是比较大 从图上可以看到 政治权力这一张呢 增加了一条 文化教育权益这一张呢 没有增加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呢 是增加比较多的 是从八条增加到了十三条 增加幅度比较高的 那个财产权益方面呢 也是有增加 不好意思 这个好像漏掉了 增加不多 第六章就是人格权益呢 这一张呢 是从七条增加到了十六条 这一张的增幅是最大的 婚姻家庭权益呢 是从八条增加到了十二条 也有一定的增幅 法律救济和法律责任呢 也有一定的增幅 从八条也是增加到十二条 负责呢 剪了一条 变成一条 那所以通过这个呢 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征服最高的是人格权益 其次呢 是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征服 那我们接下来 我给大家讲一下 他这一次修订的有一些特点 首先 这次修订过程当中的全民参与 从2021年的12月 24号到2022年的1月22号期间 是超过了八万五千人参与 贡献的意见呢 超过了42万条 这个呢 是从中国大概是08年还是零几年 开始了对立法征求意见 从网络到开始 那这一次呢 是参与度 仅次于退役军人权益保障法的征求意见稿和民法典格分编草案 退伍军人权益保障法的征求意见稿是2020年是有82万条 这个是更多 民法典格分编的草案是2018年是有44万条 比我们这次呢是多2万条左右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参与度是相当高的 那么刚才也说了 增加的条数呢 是讲了这些内容 那这里呢 我可能就是再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增加的这个有一些内容 在哪一些方面 特别是有增加 一个是多处就回应了这些年妇女的呼声 比如说大家记得不记得 曾经有一个女孕产妇在医院里面 就是要出生了 但是呢她就觉得特别疼 她希望打指弹针 但是医院说要征求丈夫签字 结果丈夫没签字 最后造成了这位女性的就是死亡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条的 大家有很高的呼声 就是说妇女的身体应该是妇女做主 而不应该是由本丈夫来签字 所以现在呢 在妇女的生命权那一条里面 增加了一款 就是医疗机构施行生育手术 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 应当征得孕产妇本人同意 在孕产妇及其家属或关系人意见不一致时 应当尊重孕产妇本人意愿 这样呢强化了妇女的对自己身体的支配的自主权 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禁止性骚扰方面呢 是比2005年的这个版本呢 这个修改修定意见上面有大幅度的增加 他增加了对性骚扰的形式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说了有性含义性暗示的言语表达 不适当不必要的肢体行为 展示或者传播具有明显性意味的图像 文字信息语言语音视频等 暗示发展私密关系或者发生性关系 将获得某种利益 其他应当被认定为性骚扰的情形 另外呢他也规定了妇女可以投诉 向国家机关投诉 向有公安机关报案 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也做了这些规定 然后呢对学校要建立预防性侵害 性骚扰的工作制度 也有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那对用人单位要采取什么措施 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呢 也有七条规定 那么这七条规定呢 我们觉得在一些方面呢 也呼应了国际劳工组织 在2019年通过的190号公约 这个公约呢就是消除工作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 这里面也呼应了 但是呢也还没有完全达到公约上面的那个目标 那么这里呢也特别规定了 要禁止利用职权 从属关系和优势地位 或者照护责任 对妇女进行性骚扰 或者与其发生性关系等等 另外呢也补充了一条 增加了一条 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 或者在结束同居离婚之后 纠缠骚扰妇女 泄露传播妇女的隐私 那另外呢 他这一条规定 妇女遭遇上述暴力侵害 或者面临上述暴力侵害 现实危险的参照反家庭暴力法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他这一点上 我们看到就把人身安全保护令明确涵盖到 可以超出就是肢体暴力 和其他就是比较粗略的精神暴力 这个内容 他就更加具体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呢 都是具体的一些进展 当然了我们也有很多人提了意见 觉得这一次的修订呢 也还有很多方面不如人意 那么所以我们才有42万条 那么多修订 但是呢我们说目前修订草案当中呢 他仍然也还是有这样的一些亮点的地方 另外在法律责任方面也有一些细化 那么当然目前的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草案 什么时候可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来通过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今后通过的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草案 能不能够保持现有的草案当中好的地方 能不能吸了大家42万条意见当中 更多的这些意见来让我们的呼声能得到反应 比如说里面关于管外妇女的有关规定呢 这一次的这个修订草案当中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修订 但是呢我们又知道尤其是在春节前夕还爆出来的徐州 封县的这个八孩之母的这个遭遇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么多人就是对管卖妇女贩卖和收买的人的惩罚 还有呢对于被管卖妇女怎么样重建生活 康复身心这样的话呢 目前的草案当中还只是有一句善后工作 这样一个大而化之的词汇 和国际上我们中国签署的联合国有关 反对管卖妇女的国际文书当中 非常考虑到妇女的恢复康复 以及和中国政府制定的反拐的行动计划当中 非常强调救助安置康复 这样相比呢 目前的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草案 在这方面非常弱 对被管卖的妇女和他们孩子的处境 对于他们要脱离管卖的环境 比如说恢复原来的名字 在哪里落户 在哪里居住 在生计等方面的这个安排 在身心恢复方面的安排 在社会实应和人际互动能力的修复 和增进方面的安排呢 这些呢都没有 我们觉得这个呢 也是希望这一次全民长达一个多月的关注 或者将近两个月关注的能够推动 这方面有一些改变 另外呢还有对这些年大家深恶痛绝的 高恶彩礼的这个规定呢 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基本上没有提 那我们知道其实哈 不管现在对高恶彩礼有哪一些冠冕堂皇的说法 彩礼这个本身不管是高恶还是低恶 它本身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把妇女再当成一种商品 那么在这方面呢 那我们很多地方 我觉得这一次妇女权益保障法当中的修改 这些呢还是要有更多的重视吧 基本上我要想分享的内容呢 就是这些